來…電姐,看看有甚麼對的 你選吧 歡迎光… 這鍊子呢? 你看不見嗎? 還掛在碟子的鏡子那裡 你沒跟她說的嗎? 我已經說了,別人信才行 別人說媽打又80歲,這麼老了嗎? 有的…你說媽打九十多 硬弄成這樣 神經病,你這麼做兒子也有的 阿碟說,她說 我80歲生日,我也要生日禮物 你就當提前幾十年送給我 她說,我生日就不要其他禮物 我只要這條鏈做生日禮物 這麼說 她甚麼都不要? 那給她錢就行了吧 有錢大了 人家老公是甚麼? 人家老公手上的樓 不是斷姦計的,是斷洞計的 一千二針 這樣也不行… 那怎麼辦?我怎麼知道怎麼辦? 我買這些,你幫我計算多少錢 多少錢? 二十七.九 好,謝謝 八姑,這些餅子很棒 沒介紹錯了,送給你 你買些餅子送給我吃嗎? 是呀,你幫了我大忙 你知不知道你介紹這個終點工給我 真的很棒 你知道平時我老公說我懶 你這個終點工搞衛生日 真是我們家換言一生 我老公讚不絕口 一場老友,為甚麼不客氣 我人家不喜歡欠人人情 我送給你,我就安樂了 這樣嗎? 我就不要威法餅了 我要你這個漂亮的項鏈 項鏈? 這條項鏈是心頭號來的 我怎麼捨得送給人呢? 除非那個人幫了我大忙 我欠了他人情 這樣就有得談 來,來,來,來 謝謝 你看 我們在這裡看著他們的夫妻 會不會吵架,行不行? 一定可以的,你放心吧 她夫妻… 她夫妻表面上應該挺英俊、挺好的 但是我總是覺得應該有點暗湧 如果她們有甚麼爭執 你第一時間就衝出去 然後我幫她打鏡重圓 打個球 她就欠你天大的人情 那她就會把我還給我 不去吧,都說,人家都暗暗暗 不行 如果你不去,夫妻也沒得做 你用一塊幻子,上 誠叔,碟姐,千萬別吵 正所謂夫妻就是床頭打架床尾和 別吵…聽我說,不用吵架 甚麼吵架 我們甚麼時候吵架 你剛才不是說夫妻也沒得做嗎 是 是這樣的 你知道我成哥幾十歲了 我就想她去照一下搶鏡 誰知道她不肯去 所以我就嚇一下她 行了…我知道你為我好 不過不要再說你這麼難聽的說話 我答應你,今年之內我才做了這個掌鏡 行了吧 好,吃完你,做雞給你吃 行了… 別人是我們恩愛的 我怎知道她大庭廣眾 不如撒花槍 你們在說甚麼 不要…你們慢慢吃 我們回店了 是…我們吃飽了,走了… 是呀,Mae 記住,下午跳舞 記得了,兩點半,老地方 好…慢慢吃 像一顆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水波飄搖 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浪花裡舞蹈 海草,海草,海草 你沒見過人跳舞嗎 見過,不過沒見過人 都這麼老套就沒有了 海草舞,早就過時了 拜託你們學過最新的舞吧 新的舞… 我又夠想學了 有人教才行的 碧姐,你想學新舞嗎 是呀,你知道嗎 這個海草,我們都跳了幾年 我都跳到厭了 那如果真的有人肯教你呢 那就不同了 那我會拜祂為師 師父在上,受同意一禮 免禮 怎麼了,Mae 你發甚麼牛鬥 碧姐,你想學新舞嗎 是呀,我真的想學 這件事包在我身上 這件事包在我身上 我最近在學一隻新舞 我認識了之後,我就教你 是呀,你教我嗎 是呀 那我真的認真謝謝你 那一言為定 好呀… 你為甚麼反應這麼大 你有甚麼搞錯呀 夜…夜貓貓,你穿成這樣 喂,我…我要跳鬥牛帽 那我不是穿得紅蕩蕩 這樣怎樣刺激公牛呢 我… 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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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了 你…你現在才把我當作公牛 喂… 那我不當你是公牛 難道當你是奶牛嗎 來 嘿嘿,你這臭人 坐下… 不是,你… 坐下 嘿… 喂… 你突然之間想學這隻鬥牛帽呢 因為阿碟想學新舞 是呀 是,他已經說了 他說如果有人要教他新舞 他會好好感謝他的 好好感謝他 他會不會給你一條鏈呢 會呀 阿碟說 他最怕欠人人情 那如果我學曉日新舞 教了他的話 他就欠我很大的人情 到時我說怎樣就怎樣 就算他不知道你想怎樣 你都可以兜口兜面地跟他說 喂,給你一條鏈 是呀,很大人情的 是呀 你老公無條件配合你 大好了 鬥牛帽是嗎 是呀 你來,我又來 來…我… 甚麼? 你教我跳鬥牛帽嗎 是呀 鬥牛帽就是國際標準舞 你學懂了之後 沒人敢說你跳舞老套的 我…我喜歡呀 我要學 八姑,不要暫亂過病 讓我先調教好這隻牛牛 阿碟姐,你…你去扮牛 喂,我為甚麼要做牛 那你懂不懂鬥牛事 那我又不懂 那倒是呀 你先看看我怎麼扮鬥牛事 那你學懂了之後 以後我們再換位 你就做鬥牛 好,那你站在那裡 好,那我扮鬥牛事 好,那我扮鬥牛事 來 我來了 我來了 喂,阿碟姐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你有沒有搞錯呀 你避開人的 電視是這樣的 電視還電視 跳舞還跳舞 那我一衝過來 你就避開我 搞到那一線 我腿很痛呀 扭傷了 你這個鬥牛真的厲害 不用刀啊 也殺死那隻牛 喂,你是不是那些把風涼說話 我尝了嗎 不是吧 你弄到阿蝶學跳舞的時候 弄傷你的腳嗎 是啊 看來以後想問他拿回一條鏈也會破壞 不是啊 不是這樣看的 他弄傷了腳 昏昏中對於你來說 是一個好機會 不是吧 這樣也是機會嗎 開講也有話 一於就趁他病 拿回一條鏈, 拿回一條鏈 你怎麼這麼歹毒 我跟你說 他家屎受了傷 他最需要人關心他, 愛護他 你就一於虛寒問暖, 送愛心 然後送一些好的湯水, 醫藥給他 到時讓他醫好腳 心存感激, 到時順理成章 這條鏈就拿回來了 是啊 不過這樣啊 肥仔, 我又不認識那些鐵打藥 那我去哪裡找給他呢 是啊, 你不認識嗎 是啊, 我不認識 我又不認識 我一擠鐵打藥給你 你趁熱喝了它 鐵打藥? 你也沒有跟我去看鐵打醫生 為甚麼會有藥的 不用看的, 我在網上找的 這個叫民間偏方 是專治筋骨扭傷的 一擠見效, 你試試 試試 趁熱試 很難聞 怎麼樣 很難喝, 很苦 苦口涼藥 好 喝吧 喝完是不是覺得好一點 喝吧 你以為打針嗎 喝完馬上見效了 不是 怎麼樣 好像覺得有點反應 是啊, 太好了 不, 腳是否看得好一點 不是腳 是肚子 不… 好像翻光倒開似的 不行 我要去廁所 小心… 老婆, 小心點 小心點 小心點, 怎麼會 小心點 阿美 你給了甚麼我老婆喝 沒有, 我真的在網上找到 偏方 她說真的會自鐵打 偏方? 是呀, 我給你看 我在網上找到的 你看, 你看 我是用這個來收拾的 阿美, 你大錯特錯了 我去哪兒 這些是鐵打的外敷藥 你怎麼可以讓我老婆拿來喝的 我真是多虧你不少 不是呀, 是呀 糟了, 我放了烏龍 自從上次煲錯藥給碟姐吃之後 幾天, 連影都沒見過她 你還好意思說 你嘗試煲錯藥給我吃 我見到你, 沒鞋子玩劇 那我不想的 不想的 埋不到她的身 怎麼拿回那條鏈才行 你想辦法 我不管 就算等一天, 我也要等她出現 她和成叔經常過來吃飯 她最喜歡坐這張桌子 那我就要等她 阿姐, 我要看檔 你讓一條生路走走, 行不行 喂, 為甚麼有隻錶在這裡呢 老婆, 我一直以為你會生女兒 原來會生錶嗎 你說呢, 如果我撿回那條鏈 你說多好 撿到這隻爛鬼錶 喂, 這隻錶可能是別人留下的 你不找他來出氣才行 是啊, 這隻爛鬼錶來的 我只要找他出氣 出氣… 這麼小的女兒 阿點姐 阿點姐, 真不好意思 那天煮錯藥給你 搞到你又不舒服 我現在就找一隻錶 我今天吃東西留下的錶 你們有沒有看到 沒有… 沒有… 你收起手在後面幹甚麼 你當然幫我找了一隻錶 是嗎 是… 不好意思… 你… 你… 為甚麼我這隻錶走開 你幫我弄嗎 我… 是…是…是他剛才幫你弄的 是…是… 是… 是… 我弄過一下 你們知道嗎 這錶又跟了我二十多年了 他壞了我也不捨得扔 因為很有意義的 想不到你幫我弄 是… 那…我怎樣謝謝你呢 用甚麼謝謝 難道你們親姐妹這樣 還好意思問你拿維修費嗎 是… 行… 我還給你一個兩百元的紅包 不用… 碟姐… 我阿May幫人從來都不說錢 對了 阿May幫人從來都不說錢 只是說鏈 不是… 是… 是… 是…是這樣的 是… 是… 阿May… 你如果真的要謝謝我 是… 那你就… 給我一條鏈 是… 是… 甚麼…甚麼鏈 這條鏈 這條鏈 是… 是… 是嗎 你現在還記住她嗎 我覺得我跟她很有緣 我…我跟她也有緣 我有點捨不得 老婆 我都跟你說了 甚麼叫可心就著雷劈 是吧 你幫人是沒有好報的 如果我是你 姊妹 拉一下她 甚麼… 我… 給你了… 給你… 阿醬 終於還回… 這條鏈給我了 用不用開心 像這樣笑到生熟 是啊 不要管那麼多 起碼就今晚有餐 安樂茶還一 今晚要吃一頓厲害的 好喝她 也好 你知道周太太家出了甚麼事嗎 不知道 她家出了甚麼事嗎 她家被人包夾 不見了一批首飾 不見了甚麼首飾 有戒指 手指 還有一條鏈鏈 鏈? 就是她經常帶出來的那條馬路鏈鏈嗎 是一萬元的 是啊 你看 是不是在說這條鏈了 沒有…沒有那麼巧 哪有這麼巧 沒理由的 一定是… 她家賣不出去 才三十元賣給我 那… 那…那你不就是無緣無故 做了幫幫 我… 我… 躺…躺… 很躺… 我會不會坐牢的 那怎麼辦 不… 你… 你… 先看一看 不… 不… 沒有那麼巧 你想想 那一餐這麼笨 她也不可能 一萬元的鏈 三十元肯賣給你 這麼好事 她賣不出去 那她就三十元賣給我 你不要這樣嚇自己才行 不會的… 不會的 會不會的家長是說錯了呢 啊… 就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都會有的 就是… 就是… 不是她… 人家說的都不是好人民幣 是嗎 她就是一萬元 一元 那行不行 是啊 她整天在日本出差的 她的兒子也給了個禮物 日本的禮物給女兒的 那… 那…那就是了 那人家應該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 不要自己嚇自己 不是呀 我…我還是要問清楚她才行 她說是… 留東西呢 那我就安樂一點 那… 那… 軒仔爸爸… 軒仔爸爸… 軒仔媽媽媽 是這樣的… 就是你上次跟我說呢 這條鏈很值錢 是不是真的呀 珍珠都沒有那麼值錢 那我不知道你說的 這一萬元是… 是日圓呢 還是豬呢 是啊 我告訴你 既不是日圓 也不是豬 我們呀 中國人 當然要說人民幣 人民幣 那就是幣 幣也沒有幣了 怎麼了 人民幣值錢的日圓很多 你怎麼說幣呢 越值錢就越幣 微仔 不是呀 我們這次會不會被人控告的 錯 要說都是你被人控告的 就是這樣老婆 坦白說從寬 抗拒 那我勸你也是 投案自首把 那現在我們去找副sir 我問的 你剛才說的那件案 是不是我們區發生的呢 是啊 是啊 就是那個周師奶家 爆甲的那件案 是周家的那件室室案 那件案已經破了 賊仔拘捕了 莊物全部都追回來了 什麼 那… 那就是那條馬路鏈呢 都追回來了 是啊 喂… 那條馬路鏈都追回來了 拆了就拿回來了 是啊 那就是 不關她的事 是啊 我都說的 哪有這麼巧 你自己客氣 是啊 那就好了 我好醉 我一身輕了 沒有醉 但你撿樓 萬多元的東西 那些三十元就已經賣了回來 那倒是 正所謂 光棍佬教仔便疲而莫貪 不是 我還是找那個年輕人 還一條鏈給他 是 肥仔,我在這裡買一條鏈 是,在這裡買的 是,在這裡買的 那… 那你認不認得那個… 那個當主才行 那… 那… 如果鬼認都沒有 那我怎麼認他才行 會不會這個終點 還沒開當啊 是啊 不如這樣吧 我們在這裡等他 在這裡等嗎 是啊 等就等吧 你認不得那個老闆而已 當然認得 年輕人一個而已 年輕人,他到處都是年輕人 沒有… 那條鏈 你… 你找一張報紙也好 甚麼都可以坨坨地下 麻煩你找一張報紙 那我拿了這條鏈 那他就跟你聊天了 是啊 你真聰明 你真聰明 這條鏈多漂亮 你幹嘛拿這條鏈 你放了地攤 肯定是給別人看的 你…你還要搶啊 十元還是二十元 你…你真是想創你的心 十元 我跟你說 十元後面加三個零 那不是一萬元 不是你 地攤貨賣得這麼貴 你不要去搶 你真是這樣的 喂…你… 喂…你扔我的東西 你扔爛了 你扔不扔得起啊 你… 還…還這麼提醒 那倒是吧 你無牌走鬼檔 你…成本叔叔來你 你… 那…這樣吧 平仔 你呢… 就回去店頭看店 我就在這裡繼續等 那…好 捉一個 好過捉兩個 哎呀… 好可惡 總之這些東西見仁見知 哎呀… 老婆 怎麼樣 鞋鞋子 你找不找到老闆呀 找鬼找馬嗎 什麼老闆呀 哎呀…就是 買這條鏈給我的那個哥哥仔 哥哥仔 哥哥仔 你店頭不是有個哥哥仔嗎 哎呀…你這個哥哥仔 怎麼跟我的哥哥仔呢 哎呀… 是你呀 我都算找你找得辛苦了 我找你找得更辛苦 我在這個檔口裡等了 整天都不見你出來擺檔 我… 我最近考試 沒有時間出來擺檔 考試 那就是你正在讀書 學生歌 是啊 我正在讀大義 我打算學別人勤工檢學 幫其他人減輕負擔 所以就… 入了很多人工首飾過去買 什麼… 人工首飾 喂… 這條鏈不是值一萬元的真實物嗎 什麼… 原來這條是真實物嗎 當然 是呀… 這條是真馬佬 我上次臨急臨忙 暖落暖撈一些朱熱繩到 不是三十元賣給你 我回到家 家人告訴我我才知道 我都找了這幾天 哎呀…原來就是全家寶 撈到朱熱繩賣給我的 哎呀…等我還以為 是賊妝來的 嚇死我 不是賊妝… 真的是我阿嬤的 還好傳的 哎呀…怎麼證明呢 我給我學生證明 不用了…哥哥仔 我相信你 行了… 圓壁龜召我還給你 來…拿傳 謝謝 那一萬元我還不用不用給你 不用了 我都三十元買回來的 我三十元你都不用給我了 當我是幫你勤工健學的 謝謝… 快點來光顧我 好…謝謝… 真是開心的 又做了一件好事了 對…開心了 財產人安樂了 我不開心 你又怎麼不開心呢 原來這條鏈值一萬元 總之我戴久一點 哎呀…驚喜呀 好… 如果順利好… 是不得逃脅 好… 發生了 你也是… 你不吃…